那反正我現在先 呃 脊椎嘛 那這邊大概就是 我記得這個你們好像已經做了耶 沒有 這個是 沒有喔 就是在很久的位置 是喔 那我可能 好吧我可能腦子有記錯 好這邊呢反正就先 這樣畫喔 這邊是從 呃 大概這個位置喔 這個位置大概是 就大腿的 兩根大腿骨架的中間喔 然後再開始畫 畫的時候 這個是back root back A back B back C back D back E 然後再來是 back F 好像有點 等一下要調喔 然後再來back shoulder shoulder就是連接 兩個手臂的關節喔 然後再來是back neck 脖子的關節 然後再來是neck A neck B 再來是頭頂喔 scal scal scal完以後再來是 嘴巴開合的joe open 然後再來joe chin 那因為這些關節 我覺得我畫的有些奇怪喔 我自己覺得 從先從正面看好了 這個位置還可以喔 那從側邊看 我現在開始個別調 調的時候要切到移動工具 然後按快速鍵D喔 這個可能D 我應該向下方向鍵就好喔 欸 這樣也可以 這樣不錯 向下方向鍵 向下方向鍵 對 向下方向鍵 這個應該要這樣拉過來 對 向下方向鍵 這邊呢 我只調這根關節 所以我D按著不放好了 那再來 向下方向鍵 這個位置的話 D按著不放好了 頭頂 嘴巴開合 這個其實可以 直接移過來 嘴巴的下顎 感覺應該是D按著不放 先調到這裡來好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還沒有那個怎麼講 還沒有上控制器之前 都還可以改 看起來 看起來可以啦 這件衣服 是不是可以先擋 先取消一下 等一下 全部不見了 Reference Ctrl H 這樣看比較清楚 Ctrl H 這邊有一個 High Selection 然後要秀出來 Ctrl加Shift加H 所以這個常用 Ctrl H Ctrl Shift H 常用指令 這邊看一下 這邊看一下 這根關節的位置 我這邊再Reference 一下 D按著不放 再調一下 OK 這可以 這凸出去沒關係 這種 這個關節 凸出去是沒關係的 不過你真的覺得你在乎 還是可以移一下 好 那Reference 完 這邊現在先 show less hidden Ctrl加Shift加H OK 好 那這組關節 開始先命名 從這邊開始 太少 英文輸入法 這有存英文嗎 有 Backroot joint 用頭封好了 Backroot BackA BackB BackB Enter 喔不行喔 Back C 那空格在馬拉裡面一定要用底線喔 可能沒講過 Back1 Back F 再來Back Shoulder 我們看一下 Back Shoulder就是真的連接 那個肩膀的位置喔 這邊是Back Shoulder 再來是 Back Neck 那個A 那個A 那個B 再來頭頂喔 所以叫Scout Jopen Joe Chin Joe Chin Chin是那個下巴 好所以現在這個命名完 命名完以後呢我先存一個檔 然後再來我們要處理的是它的那個軸向問題喔 它的軸向呢 我們希望全部都盡量統一喔 我們剛剛在創造關節的時候啊 我們剛剛在創造關節的時候啊 你可以看它的 Skeleton裡面的 Create Joint 它的預設值是 Y軸會跟世界坐標軸 Y軸會跟世界坐標軸盡量同一個方向 然後S軸會指向下一根關節 它這個意思是這樣 Primary Asis 主要的軸向 S軸指向下一根關節 然後Y軸是盡量跟世界坐標軸一樣喔 它的設計就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自己修改喔 那現在呢 嗯 我們先看一下軸向 選到它以後呢 切到Component Mode 然後打開這個問號喔 我們希望Y全部都朝向下方 因為它是剛剛說的 Secondary Asis Orientation 全部都是跟世界坐標軸的Y一樣 所以它的Y呢都會盡量朝上 有沒有 所以這邊這兩個是翻的 翻過來的 那在翻過來的情形下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呢 要打一個程式碼 這邊呢先選到你的這個 Local Rotation Asis 就是它這個 關節的旋轉軸喔 這邊呢 輸入這個程式碼 Rotate 然後空音格-R 這是Relative 就相關的意思 就是不是絕對坐標 是相對坐標之類的意思 Relative 然後在S軸方向轉180度 因為你可以看到關節的S軸 都是指向下一根關節嘛 欸這個剛剛被我動到了 有點歪掉 再說先這樣 然後0 0 因為另外兩個軸不轉 然後Ctrl A 選起來 先Enter 所以剛剛那個就轉過來了 有沒有 哎呦 模型先設 模型先設 Relative Vibor Reference 我也講什麼 那先按F8好了 再一次 選關節 然後再去看它的 Component Mode 選Local Rotation Asis 然後執行剛剛那個指定 Ctrl V貼上 Enter 這邊一樣 Ctrl V 哎呦 剛剛做什麼 他這個 我知道了 他在 這個應該要關掉才 哎關掉怎麼還有啊 好啦不管了 先看這個好了 哎呦 這樣子好了 我先看好 先到物件模式 然後呢 把秀裡面的 多邊形關掉 Polygon關掉 這樣應該就沒事了 OK好 再切倒Local Rotation Asis 哎 剛剛改過的怎麼又回來了 哇哩哩 很像V 哎 這是對的嗎 哦對的沒錯 好現在軸向看起來好像都OK的 其實主要是脊椎骨比較重要啦 然後像這邊其實不太會出狀況 因為我們這邊要加一個用曲線控制的IK 曲線控制的IK 就是可以控制繩子啊之類的東西 繩子啊或者是像脊椎骨 那我這邊先切到物件模式再檢查一下 哦還有一個 好 搞定 可是這個齁 嘖 這個真的很奇怪耶 這怎麼會 剛剛有點 好像我在調關節的時候 他軸向有點跑掉 所以我試試看喔 這邊我用Gimbo轉看 偷偷轉 果然不能轉 那如果切到object呢 可以轉 他偷轉好了 其實齁有一個指令可以事後就是一次把它轉完喔 那個指令 叫做 就是你選到這裡 然後呢有一個指令可以一次把關節的軸向全部重轉一次 叫做Orient Joint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設 比如說世界座標走 或者是剛剛那個預設值 預設值 就是這個 然後再Orient 按一下 然後再去個別去轉那個個別的軸向 OK 這樣應該可以了 我們現在再把Geometry給打開來 然後修 Polygon 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我剛剛有沒有不小心複製到模型 我果然 變兩組模型 Ctrl、Shift、H 刪掉一組好了 果然我剛剛是複製到模型 還有嗎 這裡還有嗎 Ctrl、H 果然 Ctrl、Shift、H Delete 臉是不是也複製到了 啊算了 這等下再說好了 呃 畫面先還給你喔 可以錯